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天天气哈哈 那这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你肯定吃过见过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深入了解过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盐 就吃的盐啊 那本来这一期呢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盖朗德的海盐 跟其他一些用盐制作的食物 结果在准备资料的时候 就是前面展开的东西越来越多 导致这一期挖了好几个坑 然后只能靠以后再慢慢来填了 那说到盐啊 我相信就不用我多说 大家肯定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料 对吧 或者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 那大家也肯定经常能看到各种文章 建议大家说盐不要过量食用 然后容易导致高血压什么的 然后还会推荐大家平时饮食要少盐少油之类的 然后还有各种组织机构啊 也都会推荐有一个每天大的摄入的推荐量对吧 转化过来就是每天比如说要摄入多少克盐 那盐除了不能过量食用 如果不摄入盐或者盐分摄入不足 同样也是会导致严重的各种健康问题啊 盐对于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知道人是由大量的细胞组成的嘛 而细胞的里面跟外面其实都充满了液体 那毕竟人体中水的重量占了60%到70对吧 然后细胞内跟细胞外的体液 其实是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渗透压的 这个都是初高中的生物知识大家都学过嘛 那影响细胞内外渗透压的主要就是钠离子跟钾离子 那细胞内部体液中钾离子占比就会比较高 然后细胞外面呢就是钠离子占比会比较高 如果外面的钠离子过多啊 那细胞外的渗透压就会偏高 然后细胞为了维持内外渗透压的平衡 就会将细胞内的水向细胞外渗透嘛 然后降低外面的离子浓度 但是这样的话细胞就会脱水对吧 严重的话就会危及生命 那反之如果外面的钠离子过少 好外部的渗透压就会偏小嘛 那么细胞外的水就会向细胞内部来渗透 来降低细胞内的渗透压 以达到内外渗透压的平衡 但是如果细胞内进入的水过多 又会把细胞给撑破 同样也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运动之后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天气啊 温度特别高 如果运动之后出了大量的汗 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 然后也要补充盐分 来保证我们体内钠离子的浓度 因为我们的汗液中 除了大量的水之外 还会带走钠离子的甲离子 等等各种元素嘛 虽然这个量不多 但其实都非常重要 那大量排汗之后 身体就会缺盐嘛 那同样的如果出现肠胃疾病 上吐下泻的时候 也会使体内的钠离子含量过低 这时候我们同样需要补充生命盐水 那还有一个生理功能就是 维持酸碱平衡 及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兴奋度 所以如果我们体内缺钠的话 早期就会出现肌肉痉 头晕目眩 疲惫乏力 没有精神 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恶心 呕吐 心率加速 血压下降等等严重的症状 那说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听众 或者生物化学学的比较好的同学发现个问题 就是水分子跟钠离子两个比较的话 明显水分子要比钠离子大 对不对 那为什么让水分子通过细胞膜来出入细胞 来维持这个渗透压 为什么不让钠离子来通过细胞膜来维持这个渗透压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但是这个问题细究起来就非常复杂 喜欢思考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去搜一下20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论文啊 那篇论文讲的就是细胞膜水通道跟离子通道的发现 如果你能把那篇文章看明白了 那我相信这个肯定就能解答你的问题了 那离子通过细胞膜它有一个自己的专属的通道 那这里就不展开了 然后我会把这篇论文的链接放到一些notes里 不过是英文版的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好了那我们说回来 盐对于人类的生存可以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能决定人类文明进步的进程啊 这不是我瞎说啊 就是大家肯定知道历史上 有很多国家对盐业是实行这个政府垄断的对吧 同时还要收盐税 那我们国家直到2017年啊 对食盐专营制度还是稍微做了一些改革 那将原来的食盐由国家定价改为了 可以由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情况 包括市场的情况来自主定价 然后省级的食盐批发企业可以跨省经营了 省级以下的食盐批发企业可以在本省范围内开展经营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相关的新闻啊 就很容易查到 就比如说有厨师或者饭点老板 因为跨区购买食盐被罚的新闻 这个在往年也是经常会有的 那历史上因为食盐的管控跟高昂的这个盐税啊 或多或少的都引发了或者影响了历史上很多战争或者是革命啊 那比如说1158年的萨克森跟巴伐利亚公爵狮子亨利 与附近的一个主教争夺盐税权啊 亨利烧毁了主教控制的这个桥梁 然后自行修建了一座新桥强迫这个沿路改变 那也是这一行动促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在诞生就是慕尼黑 17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两项收入就是盐税跟酒税 那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啊 1646年俄国政府增加新的盐税 导致1648年莫斯科发生抵制新盐税的暴动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那除去其他的原因 高昂的延税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嘛 那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后面的几年啊 延税被短暂的暂停过一段时间 不过1804年又被拿破仑恢复了 但是布列塔尼地区呢还是依旧免税 直到1946年法国才全部废除延税 那正是这个延税的制度啊 对我们这期后面要聊的布列塔尼地区的盖老德的制延业 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0年初殖民印度的英国政府制定了食盐专营法 希望同时提高食盐的价格跟税收啊 引起了印度人的强烈不满 那同年3月12号 这个圣熊甘地啊 与跟他的支持者就为了反对这个法律 举行了徒步的抗议活动 号称食盐禁军 又叫食盐长征啊 圣熊甘地带领群众直接步行到了海边 然后亲自煮海水来取得食盐 那这个运动举行了整整24天 步行约390公里 那同年4月 英国殖民政府迫于于议论压力 不得不废除食盐专营法 那在国内也是因为盐的这个专营制度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扬州的那些 明阳天下的园林就知道当时的盐商有多赚钱了 那扬州能如此富甲天下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清朝时期逐渐繁荣 跟发展起来的海盐的贸易 山东跟江苏沿海的地区通过蒸发提炼的海盐啊 经过水路运往了扬州 使这里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海盐批发市场 那扬州的盐商交的税啊 一度占到了全中国整体税收的四分之一啊 直到1855年黄河改道 金航大运和山东段河道淤塞 南方的粮食跟盐就改道经过上海 然后通过海运运到了北京啊 那因此上海也就取代了扬州 成为了中国新的粮食跟盐的集散地 如果大家对扬州或扬州的盐商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羌羌行天下》第三季的第十集啊 那集介绍了很多当时的盐商啊 可以了解一下 那盐对于人类文明如此之重要 人类在没有现代制盐工艺之前是如何取得盐分的呢 然后最早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我们其实是需要吃盐的呢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要把时间往前推300万年啊 我们可以从那时候的南方古园说起 南方古园啊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他们主要吃果实跟根茎 那偶尔呢也会吃一些其他野兽吃剩下的肉啊之类的 那随着南方古园不断的向人类演化 他们开始捕食野生动物 然后过着如毛饮穴的日子啊 那到这里啊远古的人类 其实他们还不需要额外的补充盐分 因为跟大部分的食肉动物一样 他们可以从其他野生动物的血液和肉中得到足够的盐分来补充 来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嘛 但是直到距今一万年到八千年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我们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类 陆陆续续的开始巡化了水稻 小麦等等农作物 然后当起了农民是吧 那比如两个流域在新约沃土之地 他们就巡化了这个小麦对吧 那我们的江浙长江流域的河姆都遗址中 也发现了水稻的一个证据 然后他们又开始巡化了野生动物 学会了生火 然后从吃生肉改为了吃熟肉 那因为植物跟熟肉其实基本上是不含盐分的嘛 于是这个盐分摄入不足的问题就出现了 那人类可能没有明确的意识到 是因为自己饮食的这个改变导致了这个问题 然后导致身体出现了盐分的不足 但是我相信他们其实是知道自己要必须补充一些额外的盐分的 那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回过来再讲这个问题 那人类从如猫饮穴到农耕文明的转变 与人类开始致言的这个历史啊 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 时间上大致是吻合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考古的证据啊 在罗马尼亚皮亚特拉尼亚姆兹岩泉附近 有一个波亚纳斯拉蒂娜的考古遗址中 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盐厂 这个名字是真的很难念 那有证据显示啊 最早就是在公元前6050年 也就是距今8000年左右的一个新石器时代 库库泰尼文化的人啊 就会使用陶器来煮沸含盐的泉水 来取得其中的盐啊 那这个文化就是以他们的陶器而为名的 他们的陶器通常就是红色或橙色的 然后会装饰有一些复杂的 还蛮好看的几何图案 那这个库库泰尼文化 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 他们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 库库泰尼 那这个文明中文名字 我没有找到准确的翻译啊 有的翻译成库库泰尼 有的翻译成库库泰尼 然后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然后他们连这个英文名 其实都有好几个 因为这个年代实在太过久远了嘛 那从考古的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位于罗马尼亚的古文明啊 他们已经学会从富含盐分的这个矿泉水 泉水中啊提取盐分了 那首先他们会取来这个泉水 然后放在大型淘气中煮沸 然后产生浓缩的盐水 然后再把盐水加热 直到所有的水分蒸发掉 那这样结晶出来的这个盐的晶体啊 就会附着在这个容器的内壁上 然后他们再把这个容器打碎 把盐的这个晶体从碎片上刮下来 那从他们宁愿把这个把淘气打碎 也要提炼盐的结晶这个来看 可见他们觉得这个盐 比手上的淘气重要多了对吧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Cucutani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把他们的这个维基百科的介绍页面放在shownotes里边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不过这个也只有英文的页面 中文的没有对应的页面 那在我们中国啊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也已经有盐业的存在了 也是在公元前6000年 距今8000年左右 那这个时间点我们先存疑啊 我们后面再来说 在中国的山西运城啊 就开始通过盐湖晒烟来获取盐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记中就曾经写到说 轩元就那个皇帝啊 就轩元帝 他写到轩元乃修得正兵 然后 那这几句话就是交代了上古时代 就也不知道是传说还真是存在的啊 反正咱们这个三皇五帝跟苏美尔王表最开始记录那些神一样 对吧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反正司马迁就是记录了这么个事情嘛 那说到上古时代 在皇帝与盐帝在版权这个地方发生了一次大战 号称华夏第一仗是吧 那吃油不服 然后皇帝跟吃油又站于 皇帝跟吃油又站于逐鹿之野 那这里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有人说啊 这个传说中的版权大战就是发生在现在的山西运城县 而皇帝跟盐帝打仗呢 就是为了争夺这个运城的盐湖的资源啊 那当然这个版权到底在哪 现在没有准确的说法 反正有好几个说法也没有定论 咱们就当这么个事来听啊 就是毕竟属于上古时代的事情 就是也没有确凿的靠谱证明嘛 就当个事听就好了 那刚刚说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国山西运城就开始通过盐湖获取盐资源的这个文文字记录啊 我是在维基百科的这个页面上找到的 但是这个记录的来源啊是来自于美国作家马克克尔兰斯基的一本书 他书名叫做Sought a World History 就中文有一个翻译本啊 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 叫万用之物盐的故事 那这两本书我都有找到啊 这个中文版的书里是这么写的 他说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确定的一点是 到了公元前六千年每年当此湖中的水在夏日艳阳下蒸发时 人们就会在水面上收集立方体结晶物 这一过程被中国人说成是拖拉河收集 在湖边发现的人类遗骨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并且有些历史学家推测这些居民也许已经开始从湖里收集盐了 那问题就是说我也没有找到具体是哪个历史学家说的 就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说的 所以也没有在其他的渠道上找到相关的文字记录 那只是在一篇讲河东池岩博物馆的报道中有提到这么个事说 这个河东池岩博物馆就是在山西运城 是2021年11月正式开馆 那河东池岩博物馆馆长潘海珍说 据碳十四同位素法测定啊 运城年湖销板下福年土年龄为4653 政府87年 能政府87年啊 说明这个感觉还蛮精确的是不是 有人约4600年采岩石的运城岩湖 记录着史前时代中华鲜明的采岩生活痕迹 以及近代以来的工业生产史 那然后我也去查了其他各种媒体的报道 也都是说的是4600年的石岩开采史啊 那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今年2023年2月13号 就他们对外公布了2022年的考古新发现 报道说当地考古人员在山西运城发现了 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那这里提到时间是距今5000多年啊 就是公元前3000年吧 那肯定比夏朝要早了 如果夏朝确实存在的话 那不过夏朝存不存在也就现在也存在争论吧 该遗址靠近岩湖 其海量的岩业资源与遗址的形成发展密不可分 对探索文明起源于早期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资源控制与利用 具有重要的价值 那报道里面其实也没有明确的说到有关呃 发现与采岩相关的考古证据啊 只能说可能与采岩有关吧 毕竟是在岩湖发现的这个遗址吧 那马克克尔兰斯基英文版的这个书啊 他出版是在2001年 所以不知道他当时了解到的这个公元前6000年的这个信息是从哪里听出来的 那就也不纠结这件事情了 毕竟可以考证的资料很少 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自打人类这个文明有记录以来啊 我们关于岩的这个记录其实就开始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汉字是属于象形文字嘛 那虽然现在很多汉字都经过了简化 但是从繁体字或者是在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的时代 从文字的演化过程中啊 我们还是能找到古人造字的时候 他们对于字型的这个思考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岩这个字的繁体字是怎么写的啊 它整体上是个上下结构 然后上半部分又分成了左右两个部分 上面左边部分是一个成就大成的成啊 成名的成 那古代也可以指普通的老百姓啊 上面右边部分呢是一撇一横像一个人对吧 然后下面是一个卤字就是卤煮卤水的那个卤 然后整体的下半部分呢就是一个器皿的名 那这样来看其实整个字的含义是还蛮清楚的 对不对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在某个器皿上面煮卤水嘛 那就是盐嘛对不对 当然要说那个城可能跟军城有点关系啊 就是可能说这是一个国家的行为 那这样其实也解释得通是吧 那最早有记录的拿海水煮盐的记录里边啊 提到的也是上古时代的皇帝时期啊 在一本先秦著作《诗本》中就有记载说 皇帝时诸侯有肃沙氏 使以海水煮入碎成盐 这个肃沙氏啊后世就尊崇他为盐宗呢 就说他是海水制盐的鼻祖 不过这个著作也是在历史中啊 几经丢失修补然后山山改改的 所以也不知道最开始作者是谁 然后里面记载的这个事实靠不靠谱 所以这个说到这里啊 就不得不感叹一下 就现在这些研究历史啊 考古的这些领域的学者 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展开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主研的这个考古啊 在20世纪50年代 福建就出土了养勺文化时期的主研的器具 那养勺文化的这个时期啊 持续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 这说明在史前时期啊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开始主制海盐了 那这个时期与山西运城的食盐开采时间大致相当啊 跟前面那个皇帝时期的这个感觉也差不多了 毕竟这个时间段都还挺宽的 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类最开始制盐 都是靠主这个海水或者是泉水来获取盐啊 因为毕竟对于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来说 这个海水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啊 那这也与中文当中的盐字的繁体字的造型是符合的嘛 那这个字的造型最早可以找到经文啊 就是大概是商朝到西周时期的一个文字 一般都是刻在青龙器上的 那个时候的这个盐字的造型跟现在繁体字的结构大致是相同的 但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次考古啊 我也没有找到很多的详细资料 然后也没有找到他们出土的这个文物的图片 所以就先这样吧 好吧那关于人类制盐的这个历史啊 我们就考古到这里了 因为确实年代太久远了 也没有很多确凿的证据 那我们现在知道人类之所以需要额外补充盐啊 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开始转向了农业畜牧业 然后开始食用熟肉了 然后才开始从海水啊盐湖啊 甚至是后面的盐井和盐矿东中去提取这个盐分 那那些野生动物呢 特别是食草的动物对吧 跟如猫饮穴的早期人类一样 都是可以通过动物血液啊 或者生肉获取盐分吧 那食草动物呢 他们不吃肉啊对不对 也不吃动物的血液 那他们就不需要补充盐分了吗 他们是怎么维持细胞的内外的渗透压 然后保持肌肉神经的兴奋性呢对不对 那他们的盐分是怎么补充的 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古代的很多记载里面 其实就能看出来 比如说有白鹿引拳 牛市地出盐 群猴田地 低阳市土 这些词啊 其实就是说明我们只要稍加观察一些动物的行为啊 就能发现盐分的所在 大多数的动物都会有一种叫可盐感的东西啊 就是就是渴望盐的这个感觉 可盐感 那对于动物来讲 这就是一种正常的强烈的生理感受 就我们能经常看到那种在非常陡峭的崖壁上行走的山羊 对吧 他们会不停的去舔尸那个岩石 因为很多岩石土壤中或多或少都是包含一些盐分的 那他们正是需要通过舔尸这些盐石来补充盐分啊 然后白鹿引拳的这个故事啊 大概就是说有一个猎人在打猎 然后他在追一头鹿嘛 追着追着 然后追到了一个洞中 发现这个鹿不见了 但是他在洞里却找到了一束泉水 然后用嘴尝了一下 发现哎 还是咸的是吧 这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补充盐分资源的这个可以说是盐矿嘛 对吧 所以这个白鹿引拳这句话就被记录了下来 还有比如说猴子会相互之间竖毛对吧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经常竖着竖着 然后时不时的就往嘴巴里边送点东西 有人说他们是在吃狮子 就那个很小的那个狮子 但其实不一定啊 很有可能他们其实是在吃同伴身上留下来的这个盐力啊 那这个盐力怎么来的就是猴子出的汗了 然后蒸发完了之后 那不就变成盐了吗 然后就留在身上了 然后在亚马逊雨林当中有一种金刚鹦鹉 他们也会通过吃土来补充盐分 反正自然界里边就是这些动物 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补充盐分的办法 那现在我们回到前面留下来的那个问题啊 人类在改变了饮食之后 是怎么知道自己身体缺盐需要补充盐分的呢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差不多也出来了 人类跟前面提到的动物一样 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渴盐感 就想吃点咸的嘛 那简单来说 就比如说你渴了 你会想要喝水对不对 然后孕妇怀孕了 可能会想要吃酸的 其实是一个道理嘛 虽然他们大概率不会知道自己是需要补充一种叫盐的东西对吧 但是那时的人类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些思考能力 也会使用和制作简单的工具嘛 他们会知道海水是咸的 然后某些湖的水也是咸的对吧 一些动物舔尸过的盐石 他们如果自己去舔一舔的话 也会发现是咸的 那他们肯定想到了说 这些海水啊 湖水啊或者盐石里边 肯定是有些什么东西对吧 因为他们也想吃咸的东西嘛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发现 这些湖水啊海水啊 就是被太阳晒过的地方 就会出现一些白色的物质 然后一尝这个物质就是咸的 那这不就是他们自己的身体不自觉的想要吃的一个东西吗 那然后可能会尝试着 比如说用火来加热这个海水 然后来加快这个水的蒸发 然后来得到更多的这种白色的叫盐的东西 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猜想啊 就是从逻辑上来讲 就是也是能解释的通的嘛 那说到这里有细心的这个听众可能又发现问题了 就是需要盐分的都是动物对不对 植物好像并不需要盐分 比如盐碱地里边是很难长出农作物的嘛 这又是为啥呢 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啊 那我们可能真的要从头开始讲起了 就是我们可能要把时间退回到40亿年前 从生命诞生之初开始讲起 那这个我们这期就不展开了 后面有机会再单独出一期来讲 这期稍微简单的提一下 就是动植物对于钠元素的这个需求 出现截然相反的这个情况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没有神经系统 因为动物啊不管像我们人类这样的有着极其复杂的神经系统 还是像那种只有简单的神经系统 甚至只有一个神经网的那种无脊椎的动物啊 他们那个神经网还不能称之为神经系统 那神经之间他们的信号的传递都是需要钠离子的 但是植物没有神经啊 所以他们对钠离子是没有需求的 甚至是非常排斥的 所以我们作物施肥的时候有蛋灵甲对吧 没有听说过要给植物施钠肥的 当然动物需要这个钠离子啊 不仅是神经信号传递的需要 还有一个他们需要控制血压 然后细胞对于葡萄糖分子啊 氨基酸分子的吸收也是需要钠离子的帮助的 那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具体的再单独出一期来讲 哎呀讲到这里终于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讲完了 那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尽量的准确吧 也是找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纠正的 或者是有其他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啊 那下面我们进入本期 就最开始就给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就上面东西全都是在准备的时候 不断的扩充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 就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一个海盐古城啊 盖朗德跟盖朗德的盐之花 盖朗德啊是现在法国大西洋卢瓦尔省下面的一个市镇 那大西洋卢瓦尔省所处的这个大部分的区域啊 包括现在在盖朗德啊 是历史上布列塔尼公国的一部分 那盖朗德以咸盐沼泽和中世纪的城堡著称 因为历史上盐税的这个优惠啊 使盖朗德的盐业在16世纪达到了巅峰 同时因为盐城跟盐业的这个贸易啊 成为了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 那中间也是因为盐税的这个原因啊 一度开始走下坡路 那么盖朗德的这个盐业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然后盐税又对他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 那盖朗德地处法国布列塔尼半岛 布列塔尼半岛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半岛 是历史上文化跟行政上的一个地区名称啊 布列塔尼 他的英文名字是Britanni 就是Little Britain的意思 Britann就是那个大布列爹的那个布列爹的意思啊 那Little Britain其实就是小布列爹嘛 所以一听名字 大家是不是应该觉得这个地方 跟英国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是吧 确实啊这个里面的历史渊源非常的深厚 就这里我们简单的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啊 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啊 由于昂格鲁人、萨克逊人、朱特人 这三个日尔曼部落对布列爹实施了入侵 然后有一部分原本在布列爹岛上的这个布列爹人啊 他们开始向外迁徙 他们就来到了海峡对岸的一个半岛 就现在的布列塔尼半岛 那在这里他们与高鲁人就融合了 然后逐渐的开始罗马化 那到了公元476年 这个西洛曼帝国就不行了吧 法兰克服人击败了这个高鲁的总督 然后控制了除布列塔尼以外的高鲁北部的地区 然后到公元510年 法兰克人跟这些布列爹移民就签订了一个条约 承认了布列塔尼的独立 然后到公元845年 他们建立了布列塔尼王国 然后942年成为了法兰西的公国 那之后的几百年就开启了布列塔尼公国跌宕起伏的几百年 因为他们不得不在英法之间不断的博弈 然后防止自己被另一方吞并掉 要勉强保持自己独立的公国的地位 直到时间来到了1477年 当时的法国国王打败了英国 结束了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 那法国国王就开始收回这些贵族的土地 然后开始加强集权 那布列塔尼自然成为了法国的一个目标 然后这个布列塔尼公国呢 也是这个使运不济啊 这个先任公爵 他只有一个独胜女安娜 有的也翻译成安妮啊 他没有男性的子嗣 那这个公国的继承权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公国的权力继承啊 就不得不与安妮的婚姻捆绑在了一起 那这个在中世纪的欧洲还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大家都看过权力的游戏对吧 就像里面不同家族之间啊也是互相联姻对吧 然后通过联姻来强自身的这个实力跟地位 也都是正常操作嘛 那面对这种情况 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巴士 就肯定要抓住这个能通病布列塔尼的好机会 是吧 这查理巴士在1488年啊 就出兵布列塔尼强迫当时的公爵跟他签订条约 说安妮的婚姻必须经过法王的同意 其实就是想让安妮嫁给法国国王嘛 然后1489年1月啊 刚继任不久的布列塔尼女公爵安妮啊 为了躲避逼婚的法国国王查理巴士 就逃到了盖朗德 然后又逃到了雷英城 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同意嫁给法国国王是吧 但是为了感谢盖朗德城的这个保护啊 安妮给了盖朗德免除延税和延长免除捐税的这个优惠 但是安妮在婚后啊 她的这个婚姻跟法国的这个王位继承啊也是又复杂又精彩 我试着去理清楚这里边的各种关系啊 但是实在太过于复杂了 然后涉及的人物众多 感觉可以拍一部电视剧啊 实在没有理清楚啊 那反正就是到1514年 安妮由于这个频繁的分娩跟流产啊 极大的损害了她自己的这个身体 然后最终由于圣洁石去世了 那布列塔尼最终在1547年就被正式的病入了法兰西的领土 但是由于布列塔尼她是通过婚约的方式加入的 所以她一直享有和法国其他区不太一样的特权啊 包括最开始前面提到那个盐税 那也真是因为安娜提出的这个免除颜税的优惠啊 盖朗德的盐业就开启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到16世纪的时候达到了盐业的巅峰啊 19世纪盖朗德盐厂规模达到了极限 然后开始走下铺路 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 因为人们对于这个高级实验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然后同时盖朗德产区啊也开始成立制盐合作社 那盖朗德的这个盐业又再次的发展了起来 那盖朗德的海盐有什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会被现在大众认为是高级的实用盐呢 然后盖朗德过去不为人知的盐之花 它的价格又为什么能比一般的海盐贵上十多倍呢 好我把一张盖朗德盐田的示意图放在宣斗词里吧 然后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也方便我后面提到盐田里各种名字的时候有一个对应啊 然后我也去Google Earth上看了一下盖朗德大片的盐田啊 他们所有的盐田都是成片的连在一起的 然后在一个入海口附近 那大西洋的这个海水经过Penbron海迦或者叫海角啊 就是三面环海的这样一片陆地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就可以叫海岛了是吧 那这个海家跟旁边另一个叫勒克鲁瓦克西 不是勒克鲁瓦西克的半岛 这个名字也不太好念啊 那他们中间正好形成了一个比较狭长的这个缺口 非常适合海水的引入 但是每天两次的这个涨潮跟落潮海水高度不太够 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修了一条爱贴饮水道 就是在每个月大潮的时候 他们会把能让大潮的海水通过这个饮水道进入到蓄水池里吧 这个蓄水池叫澄清蓄水池 因为海水每半个月才能蓄一次嘛 所以我就得保证我每次蓄的海水能够我用半个月对不对 那要扇沿的话这个水池就不能太深 每个水池深度只有20厘米左右 但是面积至少要达到上千平方米 然后我又去Google24上量了一下 补勘一般大小的就得有一万多平方米吧 然后大的我量了一个有差不多五万平方米啊 这个面积大概什么概念 就是一个正规的足球场的面积 大概是七千平方米左右 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跟前面的一万到五万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啊 做一个比较 就大概应该知道能有多大了 那因为这个面积啊就有点太大了是吧 一般都是需要好几家盐农来共同维持这个盐厂 不然靠自己一家肯定是顾不过来 那这个海水进到澄清水池之后啊 因为一部分蒸发的原因嘛 海水的浓度会从每升34克的盐上升到40克 然后从澄清水池经过一道一木板做的小门 海水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小的叫科比叶水池 那通过这个小门上的孔洞啊 盐农能很好的控制科比叶水池的这个海水的高度 同时在进入到这个科比叶水池的时候 还能提高一定的盐度 然后从科比叶水池再引出一条细长的 然后有一个横缓的坡度的一个水道 然后让海水就就是弯弯折折的像迷宫一样 进入到另一个盐池叫做法尔盐池 然后同时也不断的浓缩这个海水嘛 在科比叶池内这个池水的深度是4厘米 然后海水的浓度提高到了每升寒盐量是50克 到了法尔盐池之后呢 水池里海水的浓度直接就飙升到了每升寒盐量200克 那到这里啊 其实已经很接近盐水快要开始结晶的这个浓度了 就是每升250克左右的寒盐量 但是这个时候海水距离进入最终用来结晶的那个厄盐池啊 前面还要经过一个等候区 就是阿典池 那在阿典池啊 盐农要准备第二天要引入厄盐池 用来结晶的这个海水量 阿典池旁边会有十几个分成一个个很小的矩形的厄盐池 在厄盐池里边 池中央的盐水深度只有0.5厘米 就是5毫米啊 然后四周是1.5厘米 这样的话盐结晶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集中到中间的区域嘛 也方便盐农的采集嘛 那到这里啊 海水从最开始进入到澄清序池到最终的厄盐池 大概会经过5天的时间啊 那这5天也算走到了旅程的终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是吧 那盐农每天采盐完成之后 厄盐池中的盐水会被排走 然后重新从前面那个准备的阿典池中引入新的盐水 每天就是这样一复一日的排出采盐后的水 然后引入新的盐水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就是如果遇上大雨 那这个雨水会把海水里面的这个盐浓度直接就稀释掉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用这些低浓度的盐水了 盐农不得不把盐田里所有的盐水全部排掉 就一切就要重新来过了 就从引入海水到进入澄清蓄直开始 然后继续经过一个一个的池子不断的浓缩海水浓度 然后到最后进入厄烟池开始结晶 那这样结晶出来的就是盐朗德的粗盐 那这个粗盐他们后面也不会再经过清洗啊精致啊什么的 就直接包装好就可以拿来出售了 那什么是盐枝花呢 盐枝花在法语里面是Flo de C 对我不会法语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的 反正大概是大概是这么读吧 那英文就是Flower of salt 那这个盐枝花还有几个响咚咚的名头啊 就是叫做盐中钻石或者是盐中劳斯莱斯啊 所以盐枝花这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像是个专有的名词啊 就是专门指盐朗德的这个盐枝花 跟我们常说的盐花它不是一个东西啊 就我们经常会听到盐花盐巴之类的对吧 那这盐枝花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头 一个原因就是产量实在是很少 还有就是盐朗德的这个海盐啊 它本身不管是味道还是里面含的这个物质 都跟其他产区的海盐不太一样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 在夏季的午后四五点钟啊 这个时候经过将近一天的太阳的暴晒 水温会达到37度左右 然后盐水快速蒸发 当每升含量达到300克时 这时候如果刮起比较干燥的东风啊 而且风还不能太大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盐水的这个表面就有可能会形成白色半透明的这个晶体 像一层很薄的冰啊漂浮在水面上 那这层结晶就是盐枝花 盐枝花的晶体啊它成一个倒三角形 宽度一般只有2毫米 其实应该说其实是一个四冷锥啊 就是像一个就是被压扁的金字塔你知道吧 我找到了一张显微的照片 然后我也会放到shownotes吧 大家就是如果想象不出来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层盐枝花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嘛 然后不会和水下的黏土接触啊 所以颜色是纯白的半透明的非常干净 那盐枝花的产量之所以少 就是因为它产生的条件啊过于苛刻 一旦太阳过大或者温度过高 盐水浓度过高或者是风向不对风太大 都无法产生盐枝花 就是如果太阳过大或者温度过高 或者是盐水浓度过高之类的这些因素啊 就会导致它那个结晶的速度太快了 就直接变成粗盐就沉到那个下面去了 所以有经验的盐浓啊 他们只要在下午的时候观察一下 这个黏土的反光啊 他们就能判断出来 今天的这个天气有没有可能产生盐枝花 如果觉得不行的话 他们就会往那个鳄椰池里边 加入一点浓度偏低的盐水 然后来让这个盐水在本来可能就是 捷径太快的这个条件下 也能产生出盐枝花 那盐枝花在傍晚捷径完了之后 盐浓就必须赶在太阳下山前 把所有的盐枝花都采集起来 不然如果等到了晚上 晚上的这个露水会把下午好不容易 结晶出来的这个盐枝花又重新溶解 或者沉淀下去 所以盐浓一天的劳作 大概就是这样的 他们早上可能五点钟一早就要起来 然后把头一天结晶出来的这个粗盐 全部采集起来 集中到土地上 然后进行滴水 然后把鳄椰池中的水排走 然后再从阿典池里边 引入新的盐水 那这个时候差不多就中午了 然后中午吃完饭 下午睡个午觉 然后休息休息 然后看看天气 是吧 然后等到傍晚的时候 就可以去采集这个盐枝花了 采集完了之后 再把上午递完水的那些粗盐 搬到旁边的盐堆里进行储存 那一天的劳作就结束了 那以前在干老德地区 盐枝花还被称为叫新娘之盐 因为这盐枝花过于脆弱嘛 就像前面说的 所以以前都是需要 有很细心的这个年轻的女子 来负责采集 那当时产量也不多 然后盐生也不重视 所以很多盐枝花 他们除了自家食用之外 还有一些少量的 就卖给附近的顾客了 然后他们就会 载一点零花钱存起来 就是给自己这样来出价 买这个嫁妆 所以以前也被称为新娘之盐 那现在一个50到80平方米左右的 饿椰池啊 夏天的时候 每天差不多可以采集 15到50公斤的粗盐 而盐枝花只有500克到1.5公斤左右 那盐枝花的这个产量 相对于粗盐来讲 就少的可怜啊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是 但是架不住盐枝花的这个价格高啊 所以盐枝花的收入啊 常常能占到盐农一半的收入 所以这个盐中钻石啊 或者盐中劳斯莱斯的这个名头 就不是白叫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盖朗德海盐 它里面含的这个物质啊 跟其他的产区的海盐也是不太一样 因为当地的这个环境跟气候的原因 就是导致它里面的含水量比较高 粗盐的含水量是7% 然后盐枝花里面的含水量是在5%到10%之间吧 而绿花钠的这个含量是低于90%啊 所以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矿物含量就会比较高 就比如说盖煤甲啊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 比如铜 铅 蒙 铁 点 符 所以它里面会有更多的有机物跟矿物质 然后他们从盐田上采集之后也不清洗了嘛 就直接拿出去卖了 所以盖朗德的这个海盐的味道 要比其他地区的丰富很多 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咸味 那盖朗德的海盐它在晒制的过程当中 如果当海水温度在22到55度之间 然后盐度在每升88克以上的时候 有一种富含胡萝卜素的氏盐菌啊 就会在里面开始繁殖生长 那正是这种细菌的存在 每一克的盖朗德的海盐里面 它能有1万到10万个这样的细菌啊 然后会使盖朗德的海盐带一点点的粉色 那也正是这个细菌啊 跟另外一种非常细微的海藻的存在 会使盖朗德的海盐在预热之后 会散发出微微的那种很细的那种紫罗兰的香气 所以大部分的盖朗德的海盐在做料理的时候 特别是盐质化 都是不建议就是你放到锅里去做烹饪的 它特别适合什么呢 就是你出锅以后摆盘的时候 撒一点在那个食材上面 比如说牛排啊鹅干啊是吧 用那个热气去逼出里面的香气来 或者是直接装一小碟就放在餐盘上 然后可以搭配沙拉啊水煮蛋啊 就来站着吃 那如果大家想买来尝一尝的话 也可以去就是电商网站上去搜一下 也是能买得到的 价格的话其实也没那么贵 但是呢对于平时我们吃的那种几块钱的盐来说 那肯定是很贵很贵了是吧 那基本上原装进口的包装都是一个样子的 所以你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包装上面会有几个标识 一个是IGP的地理标识保护认证的一个标 就是外面有一圈黄色的 然后里面是一个像农田一样的蓝色的一个图标 另外一个就是盖朗德制烟合作社的一个标 然后图案是一个就是一个盐笼啊 拿着一个耙子在采集海盐 然后加上了那个 是这么读啊就是有这样一个文字啊 那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盐里边 含的绿花蛋含量到底是多少 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用盐现行的2015年版 它里面规定说如果不是滴钠盐 绿花钠的含量要求不低于97%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吃的盐 就确实只能吃到那个咸味是吧 好吧那这一期关于盐的这些没用的知识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本来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食物 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聊着以后再慢慢聊了 好了那本次的今天天气哈哈就这样了 感谢大家关注今天天气哈哈 我们是一档没有特定主题的聊天节目 目前在小宇宙及网易云音乐有上限 也可以通过Apple Podcast 等泛洋型播客客服装关注我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评论转发 也可以通过邮件与我们交流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hehahaha at 16.com 然后目前我们也开通了微博啊 微博的名字叫今天天气哈哈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拜拜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海浪哟随我漂流四方 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 我感觉 decade 感谢观看